第39集 坦邦邀请大家上平台席地而坐 李强摸摸那绿色的平台 融融的软软的手感极好 盘腿坐下后身子微微陷进平台里 盘着的腿感觉非常的舒适 心里不由的赞叹不已 坦达按动手腕上的一个按钮 面前自动生出一张骑行的台子 他滴滴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笑道 大家喝点什么 我这里可是什么都有 只要是坦邦大陆和西大陆出产的 这里大约都找得到 大家不用客气 李强 赵豪 纳善 韩进和赵志 都不了解这里的东西 不敢乱说 帕本眼睛一亮道 有海之夜吗 又和奔说了几句话 笑道 他要坠于浓 最好是生的 坦哥说道 我还是老习惯 填齿根加南水就可以了 李强几人全傻了 没有一样是他们听说过的 纳善不甘人厚道 我就要 就要那个 坠于浓吧 和奔一样 李强看着赵豪他们几个的为难样 心想 算了 别出丑了 于是道 我们还是喝点酒吧 他不好意思的自己取出酒来 便问坦达道 酒有吗 坦达奇怪的看他们道 酒 哦 是不是玉兹江啊 这倒是有 要哪种 李强差点要喊救命 帕本解说道 酒是古时候的说法 现在知道人不多 玉兹江是有很多种的 赵豪看出李强的尴尬 笑道 随意吧 什么都可以 很快 有人把东西送了进来 那是一盘各种颜色不同 像鸡蛋大小的球状的东西 帕本拿起一个 他知道李强他们不会吃 有意示范给他们看 把那个东西放在一个金属杯子里 捂住盖口 在掌心里使劲一顿 哗 一声水响 一阵淡淡的清香飘了出来 端起来喝了一口 帕本无言泪下 这是家乡的特产呢 李强非常惊讶 这算是固体饮料吧 他也好奇地拿起了一个乳白色的球 放进自己面前的杯子里 学着帕本的样子 在掌心里一顿 一股淡淡的酒香散了开来 他品了一口 觉得有点像家乡的甜米酒 味道鸡蛋 有一种说不出的香 很好喝 忍不住喝彩道 好 把玩着手上的杯子 李强好奇地问道 是不是必须用这种杯子 才能让饮料化开 帕本笑道 不是的 随便什么样的杯子都可以 李强拿起一个彩色的球 说道 这玩意儿不知道怎么做的 挺有意思 坦达回答 很容易的 这里有一种专门的凝结器 几乎家家都有 李强心想 这也算是一种特产吧 离开时一定要记得戴上 坦哥问道 哥哥 你不是在大军部吗 怎么会到蓝青会航的 坦达苦笑道 自从你失踪以后 大军部有人眼红你哥的位置 早要说你是叛徒 借机向我发难 执法队都来了 幸好有朋友通知我 我就逃了 你知道 板兽坛吧 总帅的助手 他安排我到这里来负责的 哎 我只是担心你 看到你平安无事 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坦哥苦笑道 我早知道 你那个位置 有太多的人嫉妒了 掌管着全军的武器装备 哪个不眼红 哼 这群混账东西 气人太甚了 坦达白手道 算了 我也灰心了 对了 我准备自己开一个地下商行 你过来帮我吧 见坦哥露出为难的神色 李强立即道 坦哥 你还是留下来帮你哥哥 我搞到海马脑 就要远离这里的 坦哥知道 李强是有大本事的人 有心跟着他慢慢的学 到时候再回来帮兄弟 岂不是更好 他摇摇牙道 哥 我现在还不行 以后我一定回来帮你 坦达吃惊了 从小到大 坦哥从来都不会违背自己的 这个李强是什么人 竟然能让自己的兄弟舍不得离开 他想了想道 好吧 我等兄弟回来再开商行 又道 我刚才听你说要找海马脑 不知道你要找哪一种 李强的心猛的一跳 急问道 你有海马脑吗 难道海马脑还有很多种 心里暗自打鼓 莫怀远只是说需要海马脑才可以成为散仙 并没有说要哪种海马脑 自己也一直想当然的认为 只要找到海马脑就行了 可是 听坦达的口气 海马脑有很多品种 这怎么办 坦达岛 海马脑有三个品种 一种叫红马脑 一种叫黄马脑 还有一种叫海魂马脑 都很少见 红马脑是用来做一种春药的 价格贵得离谱 黄马脑有什么用 不太清楚 但是价格比红得更贵 至于海魂马脑 我曾听说过 有一次在一个地下拍卖会上出现过 有两个神秘的人物 互相竞价 价格高到所有在场的人都傻了 最后被其中一个买走 剩下的另一个人 恼怒的跺了跺脚 就震塌了一面墙 李强心里大喜 他几乎立即肯定 莫怀远需要的 一定是海魂马脑 他寻色 看来要做两手打算了 如果能收购到 那是最好 不过先要解决钱的问题 另外就是到西大陆去寻找 实在不行 就只有去冤魂海 自己亲自动手了 想了想 李强又问道 你知道海魂马脑是什么形状的吗 描述的越详细越好 坦达苦笑的说道 我也没有看见过 听人说好像是蓝色的快装物 具体是什么样 因为没见过 不敢乱说 万一讲错了可不好 李强点头不语 老大 我们去交易市场看看吧 坦哥说道 坦达也道 我带大家去 穿过几道防守严密的小门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是大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交易场 足有二十多米高的圆形天顶散发着柔和明亮的光 里面熙熙攘攘的有很多人 货物分为普通区 特殊区和拍卖区 所有商人的货物都由商行统一销售 货主可以站在一边 为自己的货物推销 商行销一出二 特殊物品抽三成 坦达介绍 这里面还有赌博厂 休闲场甚至还有赌命的生死台 坦哥把纳善的那包金石递给坦达 坦达看了看 叫过一个人道 放到普通区寄寿 先把钱垫上 不要出拥 李强知道这些金石不太值钱 便拿出那块黄尘石问道 坦达 这块值钱吗 李强的这块黄尘石 还是富山送给他手镯石 留在里面的存货 大小有如小儿的拳头 是土性的上品鲜石 坦达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 拿在手上看了好一会儿 虽然也知道是金石 但是这么大的 而且颜色和形状都很奇怪的金石 他竟然也不认识 他挥手叫了一个大汉 吩咐了几句 对李强笑道 这块金石我也没有见过 不过 这里有专门鉴定此类特别物品的专家 一会儿就知道了 帕本道 老大 我想这个 他吞吞吐吐的 有点不知如何说是好 那善忍不住道 说话干脆点 听得都累人 他是曾做过帕本老大的人 讲起话来肆无忌惮 语气里明显透着不耐烦 李强抬手就是一巴掌 他是最看不得欺负人的 那善还没有来得及缩头 啪 哎 老大 那善摸的头 一点脾气都没有 帕本 大家都是兄弟 这里不是黑玉了 有什么就大胆的说 老大 我想找找 这里有没有同乡 我离家太久了 不知道 家里还好不好 帕本心里 其实很害怕 他怕家里万一有什么变故 那他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那善一听这话 立即说道 老大 我陪帕本去找 李强点头道 坦达 请你找个人陪一下 别走散了 一个老人来到坦达这边 躬身行礼道 杭手 您有事叫我 这个老人和李强是一样的种族 头发完全白了 满脸深深的皱纹 虽然驮着背 两眼却是炯炯有神 坦达帝国那块黄尘石道 老半童 你看看这块金石 我不认得 这位朋友想鉴定一下 老半童拿起黄尘石在手上轻轻的颠点 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细长的金棒 点在金石上 原本半透明的细棒突然金光大盛 老人的手微微一抖 收起棒子 声音有点颤抖的说道 无价之宝 坦达心里大惊 他知道老人是这一行中的翘楚 眼光独到 他说是无价之宝 那一定没错 他摇头苦笑 将黄尘石还给李强道 老半童说无价就等于换不到钱 不要紧 我还有些钱 想给你们花着 不够再想办法吧 也许到大排卖会可以卖掉 李强有些不甘心 他收起黄尘石 想了想到 坦达 武器你们收购吗 坦达惊讶到 你有武器出售 有多少 是什么武器 如果是好货 我可以做主 先收购 李强的手镯里 还有大约七八只自制的黑玉箱 还有一张晶圆弓 眼下他也顾不得别的了 先换些钱再说 正要取出武器 就听见一阵嘈杂轰闹声传来 纳善陪着帕本 一个个货架的找过去 刚走了不远 帕本就站住了 隔着一个架子 呆呆的看着一个人 嘴里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他 他 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会 不对 纳善奇怪地看着帕本 只见他的脸一会儿红 一会儿青 咬牙瞪眼 浑身颤抖着 顺着他的眼光看去 一个壮实的大汉 正用一块破布擦拭着货物 边上还蹲着两个人 帕本抖着身子绕过货架 站在那人面前 那人察觉到有人来 笑着抬起头 看见帕本后 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凝结了 那人手上的东西 巴达一下 跌落在地 眼睛直瞪着 不敢相信地看着帕本 地上蹲着的两人 也抬起头 其中一个叫了起来 帕本 你真是帕本 又对那个壮汉道 不激贡 你不是说 七眼看见帕本死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不激贡 稍稍惊慌了一下 面目突然变得 争鸣起来 无赖而又嚣张地笑道 嘿嘿 你这个窝囊废 胆小鬼 原来还没有死 你就是活着 也还是废物一个 边上的一个人 气愤的道 不激贡 你太过分了 我知道 帕本的货物和财产 是你卖下的 你闭嘴 怕干 哼 我卖下了 又怎么样 不服气 就去生死台 叫两个你死我活 帕本 你死了算了 你老婆都改嫁给我了 你那女儿 都给我卖了 哈哈 那善听的 简直不敢相信 竟然还有比自己都邪恶的人 罢了财产不算 还夺人欺儿 他握紧拳头就要上前 被领路的大汉拉住道 不能这样打 要打 上生死台去 帕本眼睛血红 像临死的野兽般 从嗓子里 发出嘀嘀的呼噜声 一声奇怪的叫声 从帕本的嗓子里发出 人就像射出了一只利剑 不激贡 身手似乎不错 微微一闪 让了开来 帕本一头撞向货架 轰 架子倒了 货物散了一地 不激贡叫道 喂 有人捣乱啊 快来人哪 周围上来五六个手持刺激枪的护场大汉 举枪对着帕本 帕本就像没有看见似的 翻身跳起 晃着头 四处寻找不激贡 那善也抽出背上包着的刺激枪 对着护场大汉道 他哪里的 谁敢动 老子要他的命 那善这一抽枪 立即围上来更多的护场大汉 不激贡得意地笑道 哈哈 帕本 你能拿我怎么样 李强和坦达赶了过来 坦达挥手 让护场退下 李强上前 拉住帕本 帕本一看见他 忍不住 嚎啕大哭 李强问道 怎么回事 那善 你说 那善气得脸色煞白 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经过说了 李强不动声色地听完 问坦达道 什么叫生死台 坦达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是比较麻烦了 这里的货物 是板兽商行 设在这里的一个点 他们的人 我们还不能动 不激贡还在嚣张地狂笑 李强可不管什么能动不能动 他身形互动 面对面地站在不激贡面前 不激贡眼看着李强的额头变大 只觉得鼻子剧痛 没等惨嚎出声 突然又觉得 一只脚被狠狠踩到 他手捂鼻子 一手揉脚面 疼得支这条单腿 不停地在地上蹦着 没等他跳几下 李强又突然出脚 狠狠地将他踹飞出去 不激贡连续撞翻 两排货架 刚要落地 李强已经跃到他身边 又是一脚将他踢了回去 李强的动作犹如闪电 看着大家眼花缭乱 坦达精觉 李强是一个厉害的高手 他苦笑道 可不可以让我去和板兽商行协商 再做决定 怕本 别伤心 这事我帮你 老子是不会让兄弟受委屈的 哼 那个什么板兽商行 如果敢保护他 老子一样灭了他 李强突然又露出他凶狠的一面 坦哥吓了一跳 他十分清楚 李强发起狠来是什么样子的 忙拉住坦达 悄悄地商量 坦达越听越惊 说道 好 我一定争取 来人 先把他扣下来 不激贡口吐鲜血 含糊不清的大声叫道 你们不能抓我 你们不能抓我 我们商行和你们是有协定的 你们只能赶我走 不能 哎呦 他被人狠狠地揍了一圈 李强无心在看交易场 众人回到坦达的房间 专等坦达的回音 怕本已经崩溃了 瘫在纳善的身边 喃喃自语着 那个怕干也跟了过来 赵豪含尽几个人 不停地劝慰着怕本 坦哥 你知道 百兽商行是什么东西 李强问道 哎 百兽商行 是坦邦大陆最大的黑市商行 和坦邦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势力极其庞大 他们甚至有专门的武装力量 蓝青汇航 他们都能插上一脚 实在是不好惹啊 又补充道 这个不激贡 只是一个小人物 不过如果他们不答应给人 麻烦就大了 坦哥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看看怕本的惨状 李强冷冷地说道 管他什么来头 他要是不放人 老子定要让他后悔 纳善一排怕本道 我老纳帮你 别像娘们一样哭哭啼啼的 咱们干他娘的 坦达走了过来 为难道 半兽商行 不同意教人 我们惠航上层 也不愿意为了这个小人物 和半兽商行发生矛盾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航手 这 我没法决定 李强淡淡地说道 嗯 坦达 你可以放他走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不过 我要半兽商行的地址 和他们的情报 这个事情 和蓝青惠航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解决 坦达看到李强眼里 流露出冰冷的意味 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劲 他是非常机敏深沉的人 立即爽快地说道 好 我心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另外 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希望能多赵点我的兄弟 这个兄弟 是我从小一手带大 如果可能的话 让他早点回来 坦达实际上 已经放心让坦哥跟着李强了 只是嘴里还忍不住反复叮嘟 坦哥道 哥哥 放心吧 小弟一定还会回来的 那时 我们两兄弟一起干 李强点点头 走到帕本面前道 帕本 帕本突然爬到李强脚下 乌夜道 老大 乌子老大呀 你叫叫帕本吧 我想 学杀人的本领 我知道 老大不想殊徒 你就指点一下 我要亲手杀了那个畜生 他被不激贡刺激的 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一直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商人 只想平平安安赚点钱 好好的守着家 让妻儿过得安一些 现在 全让不激贡毁了 他的世界彻底的垮了 李强知道 现在若不给他点希望 帕本就彻底完了 于是说道 好 帕本 我让赵豪先叫你 不过 你要想亲自报仇的话 可要下点苦工才行 我看 不激贡 似乎也学过一点本事的 帕本摊在地上 不停的点头 浑身颤抖的厉害 李强喝道 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 要有点稚气 被他妈哭哭啼啼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 帕本 一切 重新再来过 他在话音里 稍稍用了一小点真原力 帕本耳朵里 就像被爆了一个霹雳 他秃得 从地上跳了起来 红着眼睛 脖子想轻筋乱抱 吼道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纳善大笑道 哈哈 帕本 这就对了 老那和你一起学 哎 师兄 你也要教教我呀 帕本走到赵豪面前 恭恭敬敬的叩手 站起身 红着双眼道 不管什么样的苦 帕本都能忍受 赵豪微微点头 伸手捏住帕本的脖颈 运出一丝真原力 探查他的体质 心里顿时惊讶万分 帕本的体质 居然好得出奇 李强说道 赵豪 不用查看了 他们几个 包括坦哥和侃侃七他们 身体都被增强了 完全可以学功夫 甚至都可以修真了 赵豪百思不得其解 问道 师尊 弟子不解 这是用什么东西 来增强体质的 这种体质用来练功 事半功倍啊 李强递给他一颗小培圆丹道 就是这种丹药 我叫他小培圆丹 效果不错 不过 你吃了 没有多大用处的 送给你 留赠有缘吧 坦哥红着脸道 老大 能不能也给我一颗 李强恍然 也递给他一颗道 坦哥 还是想到自己的哥哥了 这颗就送给他吧 坦哥喜出望外 他深有体会 知道这个灵丹 有多么灵验 拿在手上急忙跑到坦达身边 两人叽叽咕咕说了起来 坦达走过来道谢 拿出两块信用卡大小的东西 说道 这是一个记录有关板兽商行的行报 这个是付钱用的 里面有一万六千个数 你们先用着 不够的话 让坦哥和我联系 另外 大拍卖会 很快就要开了 你那块金石 完全有资格 进入七帧类 坦哥知道如何参加 好